那我们今天练习的这节课就是我们光圈 一般在我们相机里面它会用F 然后后面加一个数值进行表示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就是用来控制近光量的一个装置 具体怎么控制的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拍一张照片 它是由光线打入到机身里边 然后再通过机身的一系列处理 然后再形成我们的一张照片 那么光线要穿过哪里才会进入到我们机身呢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镜头 那镜头上面呢 它就有一个装置 就是一种小圆圈圈 这种小装置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光圈 它在我们镜头这个位置的 所以光线啊 它首先是要穿过镜头 然后才能进入到机身 穿过镜头的时候呢 你光线想要进入到机身多还是少呢 我们就要通过里边的一个装置 去控制它光线进入到机身的一个光亮了 所以我们光圈就是一个控制相机进光亮的一个装置 那它是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进光亮的呢 你看我们其实在相机镜头里边 它这个光圈这个装置啊 像有一些镜头 你直接从它外观上面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种小叶片 那它这个小叶片呢 是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整 去把小叶片里面这个圆圈放大或者缩小的 它如果放大的情况下呢 光线肯定就是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我们的机身里边 那拍出来照片相对较亮一点 那圈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么光线进入到我们机身里边 它就会比较的少 因为它圈圈很小嘛 它就跟你这个去公园玩一样 然后呢公园门只有一小个 然后很多很多人堵在外面 要进到公园里面去观赏 那你门小了进去的人就会很少 这个门大了 能够进到咱公园里面的这个人就会很多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光圈呢 在我们相机机身里边 那么它一般是怎么样去表现的呢 这个部分新手一定要注意 一般情况下 在F后面的这个数值啊 它比较的小的情况下 就说明它所对应的这个镜头上面的这个光圈 它的口径就比较的大 所以一般相机里面数值小 它就光圈大 当数值大的时候呢 它一般所对应的这个光圈呢 它就会小 那这时候光圈大光圈小 它对照片的亮度有什么影响呢 那就是光圈比较大的时候 画面它就会亮 那光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画面就会比较的暗 这个就非常好理解了啊 但是千万去用的时候 不要去反了 它这个数值大小的表示 对应着光圈大小的表示 它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一般在去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拍摄的画面 光线不够 很暗很暗 那你想让你的画面亮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光圈的调节 让我们光圈更大一些 让进光量多一些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照片达到一个正常曝光的状态 所以呢 在这里边 首先光圈 它影响的第一个因素 就是去控制我们画面进光量的 但是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绝对是在于光圈对画面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为我们如果在去使用光圈的时候要注意了 其实我们光圈 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影响画面的一个景深 像我们很多星球小白听不懂 什么叫景深 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虚化效果 那它是怎么影响的呢 一般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光圈越大 它背景虚化效果就会更明显 你比如说你今天用到的一个光圈数值是f2.8 那么在这个大的光圈情况下进行拍摄 你对焦在一个主体身上 那主体这一物体啊 它就会清晰 但是在主体后方的物体呢 它就会被我们这种大光圈给它虚化掉了 但为什么会给它虚化掉呢 在今天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去给大家讲的那么深 你只需要知道调到这样的一个数值光圈大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背景虚化效果就会很强 但我们光圈其实有时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光圈 它的圈圈可能就会是属于一个中等光圈 但这种中等光圈呢 一般像5.6f8 那像这样的一个光圈值去拍呢 其实我们对焦在人物主体身上 人物主体它会清晰 但背景的物体呢 它都会稍稍的有一些些虚化 但它虚化呢 不会那么的严重 这时候呢 我们除了这种光圈是中等大小的 也会有一种很小很小的光圈 那这种很小很小的光圈呢 其实我们一般在拍摄到主体对焦到它身上之后 背景也有一棵树的话呢 这棵树也会同样的把它拍得非常清晰 所以啊 平时我们拍照 你想要背景虚化呀 那我们肯定就要调到大的光圈去 如果你想要背景不虚化 就都很清晰都很实 那么就给它调到一个小的光圈数值去 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去使用光圈 要让画面产生不同的一些虚化效果 过程当中不同的情况下 你对于画面虚化效果的需求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才是其实我们真正去学这个功能 作为一个摄影者最应该要学的东西 因为你有时候拍花 那有的话你一定是背景 它不需要虚化那么强 它会更好 有的话呢 它就一定可能就需要它虚化很强 对看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怎么样去确定 我们在实战拍摄过程当中 要用什么样的光圈数值 它的关键指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部分 有给大家分出了三大指标 那这三大指标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需求 就是拍这种人物或者这种信物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画面都很需要它主体突出 如果说前面这个叶子是清晰的 后面这个叶子也是清晰的 它就很难突出了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好就去让它的背景虚化掉 主体清晰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大光圈 去呈现出我们需要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大光圈一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多大呢 通常情况下是F2.8 你只需要知道在这里面拍摄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光圈数值 去让背景虚化就行了 那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点 其实很多人他都知道大光圈太大了 它可以虚化背景 但是呢有时候它会把大光圈开到非常极致 你比如说有的人的这个镜头 它最大光圈是1.2 有的人的镜头最大光圈1.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最大光圈数值是1.2的时候 那么你去开启1.2的最大光圈数值去拍 我们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跑焦 那所谓跑焦啊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有可能你相机对焦点 明明对在的是这个位置 但是因为你开的光圈太大了 你按下相机 相机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动 你对焦点很有可能跑到这儿去了 跑到这儿去了 跑到这儿去了 那我们需要对焦清晰的主体 它可能就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影响 当在使用大光圈镜头去拍的时候 我们都要在它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 去缩小一个档位 你比如说你最大光圈是F1.2 那你最好是去给它缩小到F1.4去拍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4 你最好是把它缩小到1.8去拍 你这样去拍的话呢 才不至于说是会跑焦 然后也会有一种情况 就你这只镜头最大光圈数值应该是2.8 但如果是2.8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用2.8这样的一个最大光圈数值去拍呢 那这时候是能的 因为2.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它不是很极致的大光圈 它是常规的大光圈 我们直接使用2.8去拍的话呢 它就不会影响我们画面跑焦 所以在这里边讲的这个冷门知识呢 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希望大家有意注意的去规避一下 这是我们使用光圈数值调整的第一个指标 那第二个的话呢 会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经常都是在去追求一种 胶内如刀割般心里 胶外如牛奶般顺滑的这种视觉效果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片子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的 那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可能会再针对其他的题材 其他的片子去进行一些适合的光圈调整 你比如说现在来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呢 它是有一个人在扫地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用大光圈去把它的背景全部虚化掉 一片都看不着 然后在整个画面当中 唯一能看着的就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人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虽然主体非常突出 但是像这种人文纪实类的题材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是很需要有一定环境感的交代 一定是有一种人景合一的感觉 如果你刻意的去把它大光圈直接虚化掉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你看上去就像很刻意的摆拍 它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拍照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去拍的是一些人文 细时类的片子 需要表现一点环境的片子 那么像这种题材的片子的话呢 我们通常在需要突出主体的同时 那我们还需要去给它保留一定的背景层次 那么在这里面面对这样的一种拍摄 一般我们的光圈数值 就会用到一个中等光圈 F5.6左右去进行拍摄 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题材 我都一定是要去用到这种最大光圈数值 去进行拍摄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拍摄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去背景有一些虚化 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你比如说我们拍的一些风光 比如说拍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拍的一些商业人像 这种画面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那需要全局清晰的话 在这里边我们会给到的光圈数值 大概就是在F5.11左右的数值 所以在这呢 我们对于三种情况 大家去仔细的进行观察 然后举一反三一下 你看看你拍的题材是不是 是往这三大类型的题材 当中的其中一个去进行拍摄的 如果是其中一个 那你就要对应的去使用正确的光圈 总结啊 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呢 我们需要一个很强的虚化背景 那记住这个拍摄的这个指标 光圈大概就是在2.8左右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保留一定的背景 这些细节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就是光圈到中等光圈5.6左右进行拍摄 那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全局清晰的一种拍摄 那我们需要的光圈大概就是在F11左右进行拍摄 所以你看这里边讲的都是一些经验 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功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呢 他拍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呢 可能就会差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细节把控上面呢 是没有一个经验吸收 然后在正确的思路框架上面去进行创作的 虽然它是一个很基础的证实 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认知 去对你一张照片进行一个把控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其实我们一般使用大光圈的时候 它更适合突出主体 小光圈的时候 更适合表现大环境 大光圈突出主体 小光圈突出环境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老师我拍照 我可能不需要去突出主体 我可能也不需要去表现一个大环境 我可能我要的就是一个画质 你像我之前在进行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些商片 你要挂到那个商场里面 做一个大幅的海报的时候 那这种画面我可能真的就不需要 什么突出主体表现大环境了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极佳画质的表现 那么如果说要去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画质 在我们光圈这个细节上 它也是会有一个优化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其实去调整光圈 调大或者调小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最佳画质光圈 那这个最佳画质光圈 怎么去找到它呢 这时候我们一般是要先去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镜头最大光圈值是多少 各位同学你们最大光圈数值是多少 打在公屏当中 我看一下 你像之前我给他做演示的时候 所用到的这个镜头 它的最大光圈数值是2.8 那么如果说它最大光圈数值是2.8的话 我就给你们来举例了 其实你要找到一支最大光圈数值为2.8的镜头 然后从而去找到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一定是在2.8的一个基数上 乘以1.4倍 乘以1.4倍 再乘以1.4倍 你是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去缩小2到3个档位 因为一般相邻两档光圈的数值 它是相差1.4倍 当你缩小2到3个档位 就是在2.8的基础上去不断的乘以1.4乘以1.4乘以1.4了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你像我用的一支最大光圈2.8的镜头 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那么就会用到F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去实现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所以记一下最佳画质光圈一般是在最大光圈的这个基础上去缩小2到3个档位 这样去拍的话呢 你的这个片子画质会更好一些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 像你拍一些产品商业人像 或者你这支镜头本身拍来拍去总觉得画质不是很好 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没有把控好 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 记住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想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拍一个小孩 我拍这小孩呢 我一下子需要的是大光圈去虚化背景 突出主体 但一个小孩突然跑到一个大环境当中 我想去拍一个小孩跟场景都有一个清晰表达的画面 那我是不是需要呢 快速的去调整我的光圈 但是如果说你只调整光圈之后 然后还需要再去调了快门 还需要再去调这个感光度 那可能我们拍照就会很慢 所以这时候如果相机能有一个功能 就让我们只调光圈 其他的不用我们调 那可能我们拍摄就会方便的很多 那这个功能其实在我们相机里面是有的 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的AV档 或者我们叫A档 那这个档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光圈优先档位 就是你自己手动的去调整你的光圈 然后呢 像你的快门速度 就是由你的相机去帮助你进行调整 但是我们一般在使用光圈优先档位去拍的时候 请记住 他的拍摄也是有他拍摄的方向的 不是任何题材 都适合光圈优先档 光圈优先一般 它是满足于日常的人像拍摄 或者这种日常的信物拍摄 它会更适合 但是你要去用来拍一些运动的物体 那可能这个光圈优先 它就不太适合于 帮你掌控这样的一个运动物体的拍摄了 那我们今天讲光圈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知识点呢 把它把控好 把它把控好